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曾经说过 想要一直住在游花园的地方 埋下种子 松土 施肥 再等待一些阳光和雨水 看看生活 会开出什么花 种下耐心的种子 等待时间的馈赠 收到礼物总是开心的 不仅仅是开箱的惊喜 还有创造的意义 测量 裁切 拼接 只要拥有想象力 废纸箱也可以成为 游乐场 让开箱的快乐 留得更久一点 这是你本月的第二十杯咖啡 常常打卡不同的点 但你还是和之前一样 背包里总带着那个水杯 生活的仪式感 从自带杯开始 在鸟叫声中醒来 总是让人很开心 昨晚的星空 篝火和陰火虫 都是你们愉快的记忆 在你们走后 看不到来过的痕迹 享受风和自由 带走回忆和垃圾 这是你上一个房子里的椅子 这是陪伴了你童年的玩具 这是你淘汰的连衣裙 这是你午后读过的书 他们都在这里遇见新主人 旧物品也会有新开始 交换的不只是旧物 还有故事和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